那是一九星期 郭企鄉的利息水道 常常都會出現很多輪調 雖然裡面的田園很悄悄 不過為了要協助蒜頭樓 郭企鄉公司特別扣出兩個田園 讓農業出門會輸用過後的時間 古坑綠色隧道這邊 在後南端的這邊 車廂這邊 然後也是由原理縣政府 輔導我們縣內的蒜頭農民 來綠色隧道這邊 把他們的蒜頭產物 在這邊做一個銷售 然後縣政府這邊 在閒聞給我們鄉公所 我們鄉公所這邊提供場地 為這個月十號農業處 就在利息水道幫農民賣蒜頭 兩天的時間就賣出萬多塊了 效果可以說是真好 古坑綠色隧道頂管理 所長都新聞表示 那是想要賣蒜頭的農民 可以直接去農業處定規定 有意願的蒜農 可以直接跟我們 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農業官方行銷科這邊 來做接洽 接洽之後 他們縣政府這邊會安排 蒜農到綠色隧道這邊 做一個展售的活動 利息水道一天的展售 作用費用是五百塊 不然現在很難做到 都新聞之出 動作是很簡單再扣出兩個展售 這四五年來我們 那個攤會一直都是耳板的狀態 其他的民眾如果說要臨時攤會的話 我們就跟民眾抱歉 因為我們公所是跟攤會的四千七月的 然後每個單位要出租的狀況 由公所這邊統一做管理 兩天的時間就不會出門外國 蒜頭計算也比市場好很多 所以如果想要去到市水道 做不算台的狼民就要趕緊百 時間向攤會出定期 記者人真心 藏不到